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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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后来是用这个Kubi Edmund 在这个拉起的不同的POP当中 当成一个小的虚拟化 去宅里面 用不同的 用这个网络插件把网络打通 然后用Kubi Edmund 通过配置的方式把他们去打通成一个集群 但是这个成本后来发现也是非常的高 主要还是在于是要还给的参数太多了 而且我们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 不同的网络当中它需要配置东西 往往很难提取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模板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思路已经是接近于 非常接近于原生的Kubi Edmund 但是操作满足还比较大 那后来呢又看到有一个Kant 那这个Kant呢 它几乎就是利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 Kubi Edmund的二级纸这些方式 去拉起一个标准的Kubi Edmund Kubi Edmund 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小的问题呢 主要还是 它是把这个Kubi Edmund 塞在一个POP的中 那我们在生产应用的时候 一个POP的 你不管是把它的规格型号 POP的再大 依然都能满足这个稳定性的生产 一些功能特性 但是作为测试或者眼睛来使用 这个也有点足够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往下走 那后边呢 又研究了一些这个 像这个COS 等等这样一些方案 那最终呢 我们是把这个目光锁定在这个 这个Kubi Edmund 当然这个整个过程呢 其实也比较长 最开始我们是从20年左右开始做K3S 然后21年左右开始做这个 看的这块 那么到22年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就转到这个Class API 那所以通过这个几年 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啊 经历过这几种的不同技术方案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选定 还是要以这个Class API 为作为一个 标准的一个突破口 来打爆我们这个机群自动化 那最终呢 我们是实现的是这个 结合原生虚拟化技术 在物理主机上 先把虚拟机拉起来 当然它这个拉起来 主要是一个炮的 然后用Class API 来实现作为一个机群 那在这个具体的使用上呢 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主要是在这个自然利用率这块上 像我们现在单态服务器 基本上内存能够达到80% 左右的使用率 那么CD用呢 基本上也能达到40%到60%左右 那么这个上面 对于单态服务器这个性能的压榨来说 已经是比较好的 而且在这个单态服务器的这个 承载能力上 那么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实验 最多是9台服务器 能承载到200多个虚拟化的这个节点 那这200多个虚拟化节点呢 几乎能构建出100多套 或者是890套这样的K8S机群 那这个规模使用上来说 已经比较合适 而且在这个构建的这个速度上 大概是七八十秒到几分钟左右吧 最快的时候 七八十秒就能拉起一套 非常完整的这个生产级的这个 K8S机群 那么这个速率 相对于我们之前 在几天的时间准备一个服务器机群 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且这样的话 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 原来在算力网络提到的 急开机用这样的一个设想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急开机用 水龙头拧了 但是两天以后才能出水 这肯定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有了这项技术以后 能让我们在这个短时间内 拉起一套生产级的一个机群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效率上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而且现在在我们这个 眼睛的观察当中 首先是面向的这个开发调试环境 包括刚才前面阿里云的同事也提到 这个ASM他在用的时候 还是需要不同的环境 那这些不同的环境 也是需要有这个 比较快的一个速度来拉起 相对来就会提升一些效率 所以我们首先是用在这个开发环境 后面你逐渐演绎到了 在生产环境进行一个运行支撑 在这边不管是这个开发环境 还是这个生产运行环境 整体的这个开发效率 机群的运行效率 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那最主要一点呢 是这个PYS这个管理效率 带来的这种提升 通过Class API 我们可以批量规模化的 管理PYS机群 原来不管是通过脚本 还是通过其他的手段 只能是相对数量有限的 进行PYS的管理 那这样的通过Class API 我们可以把整个机群的生命周期 完全拉到我们统一管理以下 它的交付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也就是说每一个机群的交付成本 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降低 那得益于这个PYS交付成本的降低 那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 尤其是像一个类 一类应用作为一个机群 进行一个调度 因为我们在算力的使用工程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类似于 Sorealize这种方式 也就是业务它更关注 它的业务去怎么应用 底层的资源交给我们来提供 但是对我们来说 在东树西算 或者调度的工程当中 我们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环节给它准备好 还要把应用移一样给它拉起来 把流量切换过去 但是这一整套的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得实现一个 就是全战的这种迁移 而这种全战迁移 其实难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想的就把这个 一整套的东西呢 都塞到一个机群里面去 机群我可以做自动化 应用我也可以通过Petops 做一个自动化 那这两者相结合起来 应该来说还是似乎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那么前面的主要就是讲一下 这个我们对于Classica的一些思考 以及它在我们具体实践当中的一些应用价值 那么下半时间呢 主要交给我们这个 主要的研发工师刘磊 让他们为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具体的技术是怎么来实现的 好的 请刘磊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是中国应用研发工程师刘磊 我和保卫总是负责我们PathPi 的研发的 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大概Cluster API的一个背景 它是由Corenaz社区Cluster Lifecycle SIG 发起它创建的一个 用于管理Korenaz集群的创建 还有扩展或者维护的 这个过程标准化的一个统一接口 然后它通过提供一个 提供很多个这种Corenaz风格的CRD定义 然后并且有很好的分层设计来支持 在Korenaz集群的创建 还有整个设计游戏维护过程中 可以去自动化的配置生成 以及由于它的良好设计设计 可以对接到很多不同的营厂商 而且在Korenaz集群创建 还有维护的每个关键节点 可以有不同的扩展方式 左边这个图是 是Cluster API的一个 它的一个包含最主要的 一些个CRD类型定义 其中蓝色的部分是 Cluster API核心图件 主要包括Cluster Machine还有Machine Deployment这些类型 其中Cluster对象就是 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用于 管理Korenaz集群的 最上层的一个对象 它主要的工作是 创建和管理用于访问集群的 Core Convair 以及保证Korenaz集群 正确的删除过程 然后下面的Machine和Machine Deployment 其中的Machine对象是 管理一个Korenaz节点的主机 具体每一个Machine 还会去对应到一个 具体的InfraProvider 提供的InfraMachine上 比如这个InfraMachine 是一个阿里运的ECS 或者是私有运上的 一个什么ISP 来提供的迅机 或者螺金属服务器 Machine Deployment 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主机 副本管理器 Machine和Machine Deployment的关系 就类似于Korenaz核心API里面 Pod和Deployment的关系 然后Machine是一个 不可变更的 那么对每一个KBIS 节点的更新 或者是配置的变化 只能通过 替换更新的方式去进行 Machine Deployment里面 比如可以指定一个 副本数量 就是我要一个 三节点的工作节点 这样的KBIS集群 我就创建 Machine Deployment里面 有一个replicas 这个属性可以指定3 那到时候我们的控制器 就会自动的去维护 你这个KBIS节点 保证有三个节点的工作节点 然后另一大一类就是 刚刚说的 Cluster API 联合法的分层设计 它提供的可扩展的部分 比如第一个部分 ControlPlan Provider 在ControlPlan这层 它的主要职责就是 用于管理控制面节点 那么Synth 以及收集和板会 控制面的状态信息 比如ETCD 集群状态信息 或者是CubeAPI Server的 然后Plan Provider 它主要的职责就是 把控制面节点 或者是工作节点 加入导机群里 那么它提供 这个加入机群的这个 机制呢也就是 使用CloudInit 或者Ignation 而CloudInit 这个可能 用用 OpenStack 就比较熟悉 它是 比如说在你启动 一个虚拟机的时候啊 里面虚拟机里面 里面有一个一号的进程 可 要叫CloudInit 它会去读一个 你程序生成的配置文件 那在这个虚拟第一次 启动的时候 它可以执行一些命 那在这个class API场景下 就是 我们的一个 Bullset Provider 它会生成 包括CubeADM Init 或者是CubeADM Zoin 这些命令的一个 超大的脚本 然后在这脚本里面 会包括 当时你设置的 定制化的选项 比如在Bullset Config 配备里面 可以去指定 Kubernetes所有组件的 启动参数 或者是特性门口 这里是 刚刚提到的 class API 那么多种 CRD定义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 我们去创建一个 用于维护一个 可爱的集群的 这些的CRD项目 就要包括 大概有这么几个 这个蓝色部分 就是刚刚说的 class API的核心组件 包括在class的对象 还有 Mascent Defender的对象 在class的对象里面 它需要配置的 像很少 主要它就是配置 两个引用 一个是Infer Provider的 引用 引用到一个 具体的 技术仁师提供的 供应商上 这里是举了一个 CubeADM的例子 因为 刚刚老贵总也提到了 我们最主要使用 原生虚拟化的方式 去提升资源利用率 那这个Infer Provider 当然也可以是 同的云场商 比如你要对接到 阿里云 对接到华为云 都可以去 有对应的 Provider去给你提供 提供 访问他们 云接口的一些个 对象 然后在 这个 具体的Infer Provider 的cluster 这个对象上 还会去 这个对象的控制器 还会去解决 具体的云环境上 你要创建 Infer Provider 机群 所需要的基础 基础环境的问题 比如你可能在阿里云上 要创建Infer Provider 机群的话 还需要去创建 VPC 绑络 而打通一些 策略之类的 或者申请资源配额 那在Cube2的这种情况下 它就 比较简单 它不需要去配置 什么太多的熟悉 然后中间的 这个 粉色的部分 Cube2M Control Plane 这是另一个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另一层 另一层 Ctrl Plane这层 这层呢 这层的实现 目前就一个 是比较通用的 就是Cube2M Control Plane 这个也是 Cube2M Control Plane 官方提供的一个实现 那包括在微软Adder 那个Provider里 它也是直接引用这一个 那么它的工作就是 允许你去 呃 自定义 Cube2M Unit 或者Cube2M Join 过程中所有的参数 那么这个 它的配置像 和我们自己手动去使用 Cube2M创建集群的配置像 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呃 然后在Cube2M Control Plane 这个控制器里面 它另一个 最主要的职责 还是去维护 控制面接点 呃 保证自制面接点的副本数 要符合预期 比如你是一个 一个控制面接点 还是三个 还是五个 它要去保证那个 呃 满足面的要求 满足要求的方式 它也是去创建 我们的实现对象 就刚刚说的用来管理 KBAS节点 或者是KBAS节点 机器的一种实现对象 它要去保证 那个对象的数量 是满足面的要求的 然后它创建这个 这个节点呢 会有一个模板 就是你在这里边去配置 一个Machine Template 这个Machine Template 也是 我们看到也是绿色的 它的它的API group属于 InferoTucker.class.io 那么这个也是由 不同的InferoCorvider 去提供的 那如果你使用 不是Gvr 是使用微然Adder 或者是ArriLin的话 那就使用的是 不同的这个Machine InferoMachine 它可能叫ArriEssMachine 或者叫这个Adder 然后通过在这个固规电量 Ctrl-train的对象里面指定一个 类似于这里 指定一个API version Kind name和namespace 因为这几个首先相当于 KMAS里面一个对象的坐标 包括你把它的GVK 还有Name name space都指定之后 一个具体的对象就被 准确的定位到了 Ctrl-train在那里 那是你 Machine template下面 有个infrastructure wrap 然后在这个 具体的infrastructure template里面 是可以配置具体的 TPS节点主机的 规格 由CPU的核心处 内存大小或者是 这个磁盘的容量 以及要 它需要加载的 它需要插到某些的虚拟的 老的接口上都可以在这里 可以配置 那 那用于管理控制点阶段 就主要是使用CVDM control-train这样的对象 那 还可以管理很多组的这种工作阶段 去加入到一个已有的 QAS机群里 但这个已有的QAS机群主要就是用CLS对象定义的 我们去添加新的工作节点的话 是通过创建MassionDiplom的对象的 然后是完成的 MassionDiplom的对象去反过来引用于Cluster对象 所以 在 在一开始创建 最一开始创建大量机群的时候可以是没有工作节点 然后这个MassionDiplom的对象也是去 它去维护工作节点配置的方式也是去引用一个InfraMassion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动态设定 比如说我要五个动作节点 还要十个动作节点 都可以在这里去指定 它会自己去拉起一个事情 或者是商量的事情 这就是刚刚的那个 一个配置的例子 使用的InfraM Provider是Coverty 然后那边是一个InfraMassionDiplom的一个例子 然后InfraM Provider 如果是我们要自己对接自己的这个CoverMassionDiplom 也是最主要实现需要实现的部分 然后Class API在中国移动Class平台的应用场景 我们主要就是提升QPS机群 深入东西管理的标准 标准化程度 以及交付QPS机群的自动化程度 我们基于Class API标准化的深入器接口 通装了一个KAS统一能力 那这个KAS统一能力 就相当于阿里云上的ACK服务 然后在这个KAS统一能力上 我们去通装更多的 其他的延伸的PASS服务 比如算力看法平台 就是我们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个 内部使用的一个小的看法平台 待会儿我的例子都会展示 是算力看法平台上的内容 然后基于KAS的利用 还可以给我们 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 DevSecOps平台提供 自动化测试 自动化构建的这个环境 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快速创建 快速销毁 短时间使用 然后提供这种CICT环境的是 都是基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原生虚拟化技术 就是Tuberk或者是Retink 它们都是类似的技术 然后在Retink里还可以使用 CloudProvider这种超轻量级的VM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会去把我们自己的COU API对接到 还可以把我们自己的Provider 去对接到团S API的标准性 去接口罩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 统一的KAS能力接口 去创建生产服务级别的那种 螺金属机群 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私有云的这种 螺金属机群 这样可用性会更高一些 也可以创建这种可以KAS环境 或者是CICT环境可用的 原生虚拟化技术的机群 这是我们刚刚的算力KAS平台的一些截图 用来创建 在创建一个KAS机群的时候 一些配置手下 比如在上面 可以选定不同的KAS版本方案 那不同的KAS版本方案 由于我们使用了KAS API 做了统一的抽象 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组合 比如使用不同的KAS版本 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镜像 还有支持不同的CPU架构 以及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可以选择到不同的数据中心 这些都是用KAS API标准化 接锁带来的好处吧 然后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使用KAS API 因为它在生成那个 我们的集群节点 加入集群的配置 配置项的部分 会有非常多的核选项 我们可以自由的让用户 自己去指定一些关键的参数 比如Pod on CIDR 或者Service on CIDR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 其实实际上是KAS所有组件的 所有参数都可以注定利益 那我们PaaS平台上的租户 如果有不同的需求的话 它就可以去完全自助的方式去完成 KAS机群的定制化 而不需要PaaS平台的预为人员 做任何的操作 比如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算力KAS平台 交付集群之后 使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我们会直接允许用户去下载一个 最高权限的CubeConfig文件 支联API Server 然后它就是和像 本地使用PaaS平台的机群一样 去使用我们给它在线去用的这个机群 这是本地访问那个机群的一个效果 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在我们内部网络里 你想每个人创建一个机群 都把它的API Server露出来 这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网络策略 也不是说允许你直接就把一个 这个生产机群的API Server 都暴露到最外部网络 这里我们做到 就可以使用 只使用一个TCB端口 就可以为所有的机群用户 提供API Server的访问 这主要是使用 TLC协议SNI 带SNI Proxy的方式 就是在TLC1里 Tether头里有一个SNI这样的资源 可以做多路付用 这里就可以使用FlowMask的 PIP代理去完成 然后最后分享一下 我们在构建统一KAS能力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使用Class API的时候 那Class API 它是一比较年轻的项目 它很多地方设计的还不过周到 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创建好一个QS机群之后 起码还要在里面 安装至少一个CNI插件 那它才可以正常地工作 这个过程是不在Class API的标准流程里的 但是Class API提供了一个扩展的办法 叫Class Result Set 它可以在控制面就区之后 自动化地帮你Apply 一些Manifest进去 它设计 这个Class Result Set的设计本意 可能也是为了完成 CNI插件的安装 但是它由于连弧性 我带到CNI插件里 没办法执行很多自定义的配置 所以就 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个 这个机制 最后我们使用的是 Class Lifecycle Hook的方式 就Class API里面还设计了 集群关键 生命周期节点 可以给你一些hook 去 比如说到了 控制面就序的时候 可以给你一个通知 然后你自己去实现自己的逻辑 我们就在 控制面就序之后 用我们自己的控制器 去完成 CNI插件的安装 并且CNI插件里面 我们也是和刚刚一样 是支持这种自定义参数的 像这里自定义参数 用户在创建的时候 就已经把 它要安装的插件的种类 比如CNI CSI 或者ServiceNAS 全都选上 打按钩 选了不同的插件 不同的插件 支持很多种的参数 它都可以直接填好 然后一次性提交之后 到了 控制面周期之后 你就自动化地 按照它设定的参数 完成渲染 然后再安装了它的机群里 然后这个 用于管理动态参数 支持动态参数的插件 插件模板化部署 这个小工具 是我们自己大概做了一个渲染的运行 这个开源的地址在下面 然后 它支持两种吧 一种是在模板里可以使用 基于自乎传替换的 这个 学问库叫什么来着 叫 Even Subset Even Substream 那个开源库 它可以做基于自乎传的卫生替换 那额外的我们自己还做了一个基于自乎传替换的动态参数 就是你的这个 呃 配置模板里面 比如说你想针对 你模板里面 某一个具体的GVK 或者Name Name和NameSpace 固定的这样的一个 CRV像 你要做某一个字段的替换 都是可以用Zen Pass的方式 精确的制定到那个字段上 然后 用户在安装的时候 可以随意的填 然后 因为有了这个机制呢 我还提供了一个组件市场 就是在 在用户创建集训之后 可能我后期又需要添加一些不一样的工具 比如我要添加这个 日处理相关的工具 还添加监控相关的工具 都可以去组件市场里面去一件安装 而这个过程呢 其实和刚刚说的 自动安装CMI插件的过程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看到这个同学先解决 你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 那个多州库的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KES 我说那个CNA CNA这一块有个疑问就是说 这一块是否支持的 基于EBPF的这种数据路径 包括那个原创路 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可观测性方面 甚至支持 Open Telemetry 这种实质性的标准 谢谢 非常感谢提问 这个 这个是因为 基于EBPF的特性的话 我们其实是 在我们内部已经支持的 CNA网络插件 这个EBPF特性是由CNA网络插件 带来的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可选的CNA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 就是在 我找边的图了 就是 用户选择 在创建群的时候 可以选很多种 网络插件 其中CNA这个类别里面 就有很多选项 它不只有PAN力法 它可以选CNA 也可以选CNA 也可以选CNA 可以选CNA 很多很多种 我们提供好 不如配置模板 我们用户是可以自定义的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 在图观测情里面 如果要提供 OpenTelemetry的话 只是 对 EBPF我觉得里面 有一个细别 就是我们 设法制作这种 DSR 就是直接路由返回的 原生路由模式 不是那种风光协议 或者说VTMAN 这个应该是取决于 CNA插件的配置 使用CNA的模式 应该是取决于 CNA插件的配置 这个是 像我们移动这边的话 像VPC在一块 铁藏到网络的时候 会支持 我们自己内部私有一定 肯定是支持的 OK 那我们掌声感谢一下 好 还再来一个吗 好 咱们再来一个 好 老师好 然后听了你的分享 我也大概了解 这边的Cluster VPI是那个 谷歌和虹帽车的对白 然后他也比较年轻 我想请问就是说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在不同的云平台 云场上提供的 几乎设施里面 会不会有兼容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说完就是说 它有没有一些高级功能 比如说它是管理集群的 那它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自动扩缩络吗 或者自动扩缩络的那种高级功能 有没有 我先问一下 另一个问题 接触性的问题 接触性的问题是要由 这个 Infrastructure Provider去解决掉的 就是说你在这里 绿色部分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你自己要去按照 Class API的标准去完成它的开发 然后你自己 云上的一些特性 都得封到到这里面 所以接触性的问题 应该由Infrastructure Provider去解决 然后是它的可扩缓性 比如说你想刚刚说的 节点自动扩缩络 就可以放在这个 Infrastructure Provider里面 Infrastructure Provider里面 首先是如果 手动去扩容的话 就是直接设置一个 然后 目前 Cluster API好像是没有提供 应该是有一个 自动扩缩络的 机制 但是在实验 它在实验阶段 它就可以根据一些 指标自动的方式去扩 如果它不能按这个要求的话 可以自己去写控制器 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指尖控制标 比如自己私有运营 还要上监控导 训练机的使用率 达到某个预值 可以去 用自己的控制器去改变 MNCD方面的Replica Replica自断 Replica自断一改变的话 后面接点自动的拉起 还有自动加入机群的工作 都是自动化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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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感谢 SK 刘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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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